好的 我们接着来讲一下这个第三期 很多人都会卡在这个第三期 难度太大了 那么首先来到这个传送锚点 然后的话我们方向往调到这个栏方向 可以看到前面的话有一个电梯 那么先坐上这个电梯 好的 我们到达山顶之后 我们从这个出来一直往前面走 然后在我们的右手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山洞 然后进入山洞 左转 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有个出口 这里的话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城堡了 我们进入城堡 一路往上面走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左转往上面走 继续往上面走 好的 在这里的话我们出发了一个剧情 然后的话我们就开始进入了这个秘境 好的 我们进入秘境后 我们首先将这个方向调到这个北方向 那这边的话也只有一条路 然后的话我们开启这个机关 然后的话往下调 往下调 这个就可以了 好的 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跳过去了 你可以看到下面的桥已经慢慢升起来了 继续往前面走 那前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玩具 非西岸的玩具 然后到这里的话 然后我们先整理一下这个左边这一边的 这边的话有三个怪 清理一下 清理完毕 继续往前面走 开启这个机关 然后的话慢慢慢慢往下拉 好的 完成了 这边的话可以等一下我们等一下 这边的话桥会上来 上来之后我从这边跳过去 我们到达倒数第二个高坡高坡的地方 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右手边 我们直接飞过去 我们到达防止这个位置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左转 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有一个机关 好 开启之后慢慢调过来 这样就好了 不需要放大也不需要缩小 然后我们的前面 前面的话有个电梯 我们先上去 电梯达到最高处 我们左转 我们往这个前面走 然后前面的话有个梯子 我们先爬上去 到达这里 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机关 然后我们开启 这边的话慢慢调过来 也不需要放大 也不需要缩小 前面几个的话还是非常简单 好的 我们现在的话 往这个北方向走 前面的这座 这个梯子 梯子我们先上去 好 我们到达这边 到达这边的话我们右转 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有个秋秋人 咱们不要管他 不要管他 继续往前面走 可以看到这就是飞行人的玩具的配件 这是第一个 拿到之后我们右转 从这边过去 也就是我们这个西北方向 好 从这边我们下来 下来我们将这个视角切换到这个北方向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副本的第一个宝箱 拿到宝箱之后 我们返回 返回 我们往这个南方向 继续往前面走 好 到达这里的话我们左转 左转 继续往前面走 然后我们回到 回到我们这个玩具这里了 好 左边的话就全部收集完毕了 那下面的话我们收集右边这一个区域了 前面的话有个秋秋人 大家先消灭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开启这个机关 将它调到最小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我们爬上这个梯子 然后的话打开翅膀 这边的话我们飞过去 好 到达这里大家注意了 这里的话有很多块 到达这一个块 然后的话我们右转 也就是我们南方向 我们到达第二个块的位置 好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南方向继续往前面走 前方的话有一个宝箱 这就是我们这个副本的第二个宝箱 拿到之后我们返回 好 回到这个 回到这个位置 然后的话我们右转 这边的话 秋秋龙大家清理一下 清理一下 不然的话这个机关无法开启 好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开启这个机关 然后的话我们往下移 往下移过来 移过来 好 移过来就可以了 不需要调节 好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然后如果前面的话 秋秋龙你没消灭的话 快速的开启这个机关 好 这样的话我们先移过来一点 移过来一点 然后的话 我们将这个大小调整一下 调到最小 好的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也就是我们这个北方向 北方向 北方向的左手边 还有一个机关 我们开启 好 开启后 我们移过来 移过来 然后调到最小 往上移 好的 那这样就行了 然后的话我们往这个 东方向 东方向 就是我们刚才移的那个箱子 这个位置 我们先爬上去 爬到最上面 到达这个平台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右手边 我们的右手边 有一个宝箱 我们过去先拿一下 拿到之后啊 我们返回 然后前往这个北方向 好 秋秋能吗 这暂时都不要管他 然后继续往前面走 好 从这里啊 我们直接跳下去 然后从这个门啊 也从这个门下去 好 我们到达这里了啊 到达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话有一个机关 这边的话有个机关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北方向 这边的话有个梯子 东北方向啊 有个梯子 那咱们先爬上去 从这边啊 我们绕过去啊 可以看到前面啊 就是我们 第四个宝箱 那这个副本的宝箱 就全部收集完毕了 好 我们沿路返回 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机关这里 好 下一步的话 我们先开启左边这一个 好 咱们大小不要调节啊 直接过来调到他的中间就行了 然后我们往右边啊 右边还有一个 开启 这时候啊 我们将这个方块调到最大啊 再移过来 好了 大家没有看到啊 这边的话有一个风场啊 我们先跳过去 风场我们先来到这个方块的上面 然后我们将这个视角啊 调整一下啊 我们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的 蓝方向啊 蓝方向 好 我们过去 这边的话我们直接啊 这里的话也只有一条路啊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到达这里可以看到 这是玩具的第二个配件啊 达到之后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到达这边的话我们左转 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有一个电梯 那咱们先上去 纯准之幻梦 以换取永夜荣光 好的 我们来到这边 右转弯 右转弯的话可以看到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了 但是啊 下面有几个怪在攻击我们啊 这样的话这个机关的话是无法开启的 那我们后退啊 我们回到我们刚才后面 回到后面有一个方块这个位置 等怪物的仇恨啊 没消失之后我们再回来 好的可以回去了 好的我们继续开启这个机关 好我们先啊 先吧把这个调到最大 然后的话下面点七下 好再稍微移一下 稍微移一下啊 就可以了 好我们开启这个风场了 我们过去啊 往这个北方向过去 好的我们到达这里了 前面的话还有个机关 咱们先过来 请别这么说 这边的话我们先前往 这个北方向这个 这个机关我们先开启 这里的话我们不用调节大小 直接移过来 OK 下面啊我们将这个视角切换到这个栏方向 也就是下面啊 下面这个机关 同样的我们开启 好慢慢移过来啊 移过来 然后的话稍微往这边往下面调 往下面调一点 好这样就行了 我刚才不知道调了怎么调的 但是其实想调也调不了了啊 大家再试一下吧 好的我们趁这个风场啊 我们先上去 好我们将这个视角切换一下啊 我们视角的话切换到这个西南方向啊 西南方向 这边还有个机关啊 我们还没有开启 那这个的话我们先调到最大 然后向下点九下 哎 向下点九下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下面的话我们趁着这个风场 那我们先过来 我们先往这个北方向啊 这边的话可以上去 好了 我们上来之后 我们往这个右手边 继续往这个北南方向走 南方向这边的话 有一个 有个NPC啊 我们找他对话 对话完毕后 然后回到这个北方向 冒险冒险 咏 我们上这个楼梯啊 前往我们最高层 好 然後這邊的話有個口令 到達這邊的話這個秘境是結束了 但是下面還有一個難度的 這個的話我們在這個圖書館 我們先往這個北方向走到底 然後的話這邊的話一直往前面走 一直靠著這個右邊的牆啊 我們一直過來 過來我們一直落 我們先靠著右邊的牆一直落 這邊的話我們也是右邊 這邊的話有兩個門了 這裡的話我們往左邊 這邊的話也是一條路 然後這邊這邊的話繼續 這邊的話也有兩條路啊 往左邊 好這樣的話我們就成功的到達了這裡 那這本期的視頻就到這裡 大家都辛苦了 再見 不可能 一字